渔船返港卸下丰收渔获 但东港籍渔船身风128号 却惊船海上失联 刚出港而已 刚出港 但目前都没有接到讯息 家属心急如焚 因为已经失联两三天 身风128号 2月8号从东港盐浦港出海 2月18号在帛琉玛拉卡港断讯 失联前一天 船长太太还曾和先生通话 说海上不好要慢速航行 却没想到成了夫妻最后通话 渔业电台通报附近作业船只 帮忙协巡 但三天过去仍然毫无下落 身风128号是东港急渔船 全长20.3公尺 吨位40.93吨 船上有许姓船长和五名 印尼籍船员六个人 海上失联 附近的海域上 目前有五艘渔船 也都有持续在跟他们联系 身风128号2011年6月 疑似不慎越界作业 曾遭菲律宾扣押 东港渔会协调救回人船 而这一次同一艘船又失联 家属希望能传回好消息 就张出华评的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